这个其实结果很明显,两国不在一个等级上。 众所周知,美国是当今世界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。 不管是军事、经济还是国际地位,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。 强大的实力也使其过于霸道。 数次插手中东地区,横行无计。 十分霸道,但是总有那么一个刺头。 处处与其作对,那就是伊朗。 21世纪,能让美国大兵下跪的,也只此一家了。 相比于跟住,如今跟住美国在南海狐夹虎威的越南。 伊朗绝对是要稚气得多,而在真的军事实力对比上。 伊朗当下作为中东一大,其也是要胜过越南一些的。 现今的越南,有住近50万人的现役部队。 其中,陆军42万余人。 海军4万余人。 空军3万余人。 如果再加上预备役, 越南可以组织其超过500万人规模的军事力量。 而伊朗,现役军队近百万国防军加革命卫队,总动员兵力超过千万。 军队规模无疑是要超过越南的。 在武器装备上,越南和伊朗其实差不多。 越南的陆军装备,主要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苏等国的援助产品。 海军军舰数量倒是挺多。 不过拿得出手的基本没有。 一百多艘军舰,总吨位才五万吨。 最大的军舰不过两千吨左右。 至于空军。 虽然有几十架苏三十。 但由于进口不配套。 地勤跟不上。 战斗力有限。 伊朗同样吃老本。 装备较为落后。 只是其规模上要超过越南。 甚至于空军还比不上人家越南。 人家好歹还有苏三十。 伊朗最拿得出手的,就只有明格二十九。 可是这些都不重要。 人家伊朗有导弹啊。 还是国产的。 就这一招,越南就接不下来。 更为重要的是。 伊朗有助较为完备的国防工业体系。 能造军舰战机。 没办法。 美国给逼的。 最厉害的是。 伊朗还是隐藏的核武器拥有国。 谁知道会不会给你来上一发。 所以。 伊朗军事力量是要强于越南的。 并且随住时间的累计。 差距会越来越大。 人家伊朗 接触水